我也希望藉這個故事鼓勵一些特別年輕人 來到英國的話 都可以在生存、生活和進步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間位於Hermersmith的一房公室 我們有一個客戶自己買了下來想做長線投資 後來委託我們放租和管理 我們來到Hermersmith的地鐵站 一出來就已經是一個商場 連著一個商場 好像香港那些 有些可以出來買少許咖啡或食物 還有在出入口那裏就有一個很大的地鐵圖 我之前也說過 如果想在倫敦買一些投資物業 我都很建議大家很認真地看看這個地鐵圖 我們也看看 我們將會去現在身處的地方 Hermersmith 介紹一下這一區的交通是怎樣 Hermersmith是位於倫敦的西部 都是一些比較有錢的區 在Zone 2 Hermersmith是一個商業和住宅區 亦都是一個交通交匯點 可以說是有四條地鐵線 可以有Piccadilly Line District Line Hermersmith & City 以及Circle Line 例如District Line 其實經過的地方有South Kensington 和大鬥中和Charles Hill 去倫敦東邊 而Piccadilly Line 可以經過Piccadilly Circus 和唐街的地段 去倫敦的北邊 而Hermersmith & City 和Circle Line 相對來說是採取市中心的地方 地段 而Hermersmith來說 其實我剛才所說的 它其實都是一個比較繁忙的地方 其實有點像香港的灣仔 其實可以說 它本身都有不少商業活動 或者一些辦公室 方便在市中心上班 不少人都喜歡租Hermersmith這個地方 我們就介紹了交通之後 我們去旁邊看看 這個有個地圖 就是介紹到Hermersmith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怎樣 我們現在中間那裏 就是地鐵所在地 跟著中間就是一個購物中心 其實原來在西邊一點 它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 King's Mall購物中心 都幾大的 如果是買東西的設備 設施來說相當不錯 這是一個Train Cross Hospital 我們將會看的 公室就是在醫院旁邊那條街 我現在就去看看 就由這個Hermersmith的地鐵站 走六分鐘左右 就可以來到這個Train Cross Hospital 公室的地鐵站 現在我們準備帶大家 去看看一房屋廟 如從這個一房屋廟 走到這個Hermersmith 很近的 大概幾分鐘角程就可以到 及給大家看看 比如在醫院前邊的路 一条比较忙的路 就叫Foolham Palace Road 这边的方向是去Foolham的 Foolham在西边来说是一个很高级的地段 是一些比较受中产的专业专业欢迎 还有近河边那边 例如沿着泰晤士河 其实那边有一些挺漂亮的大屋 可能有些五六间房的大屋 其实买的价钱也相当贵 差不多可以去到六七个Million 我现在走去看看可能有多近 其实就是这个Hospital旁边的一条街 现在我们走去看看 我们也来到这个一房宅房屋的前面 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形 和周围的环境是怎样的 你看到其实这一纳是一些维多利亚式的屋 在这个比较中心的地段 这一类屋都是相当之平均的 而且其实它们的用途都改变了不少 比如好像在这个底下 就是Ground 4那层 现在很多可能都变成了一些餐厅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商店 或者是一些我看到一些 可能有发型屋 和一些超市小型超市都有的 你看到其实我们刚才就由这个医院 就那个大街在Foulon Paris Road那里 其实就转进来就是这个小街 转了进来之后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环境可以说是静很多的 虽然前面也有一些车经过 但是这里我可以说就是 就是有少少是旺中大静 就是住来说就是没有大家那边那么吵 比较住的比较舒服一点 OK 现在来说我约了一个租客 我们现在就上去租客那里 就给大家看看这个一房宅房屋的内容是怎样的 那我进来就是这个大厦的Hallway 可以说你看到其实走廊位 又不算是很阔的 大概是三尺左右 不过它那个楼底就相当之高 起码有四米 而且这类大厦其实通常的Hallway 都不会很阔的 而且这里也挺好的 都算是整了一个位置 给你这边可以放一些信 可能这里看到ABC 就是说这个大厦有三户 英国来说都很普通的 大家都会很自律的 譬如你看到这里下面就放信 旁边就有一些商信在电标 那我们再走上去 其实这个公用地方其实都可以的 都不是太差的 因为旧楼来说这个算是挺好的 就铺了一些鼻毡 还有油油那里都算是蓝色 都算是保持得挺干净的 OK 那我们现在就去到那个室室那里了 那我们准备进去 OK 那我们进来这个一房的室室 首先是Hallway Hallway其实不算很大 大概是三十尺 二三十尺左右 二十多尺 但是它的摆位都不错的 你看到那个 譬如在这个右手边 就有一个挂衣架 那个Tenon都很好 放了一个全身镜在这里 下面也放了一些地方可以摆的 而进来其实就是这个左手边 这边也放了一些鞋 也挂了衣服 弄了一个衣架也挺好 尽量用一些空间 而且在这个左手边 其实它有个挺大的充满 我给你看一下 现在它都放了很多东西 其实在一房的室室来说 有一个大的充满 也挺重要的 现在它都放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就继续 就是进去客饭厅那里了 其实这家屋可以说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呢 就是开放式的客饭厅加随房 看看这边 首先来说进来 其实空间感是很足够的 尺寸来说这边也有差不多 二百五十尺左右 而且进来首先楼底很高 你看到 至少有三米高 还有两个很大的窗 其实真的很重要 你可以感觉到 现在开始冬天 日照时间比较短 其实如果有这么大的窗 早上早上就在这些地方 感觉上就比较舒服一些 温暖一些 虽然是开放 但是都客饭厅可以说分明的 我们看看 这边它就放了这个餐桌 还有那边就是一个小型的客厅 还有这间屋其实业主买了之后 出租的时候是可以说什么都没有的 连窗帘布、梳化椅和餐桌、床什么都没有 我们其实也帮它添置了 找到租客之后 之前就买齐这些基本的东西 就是梳化椅和窗帘布、餐桌、床 这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其实这个是需要的 因为在一房 特别是一房 一房的租盘来说 差不多有80%的租客 都是要求有家私的 这个是很普通的 我们继续看这间屋 这间屋来说 我可以看看这个客厅的位置 其实现在它都很温馨的 因为这个租客是一个年轻的夫妇 你看到他都放了一张很温馨的茶几 周围都放了一些植物 令到家屋更加有新气 又放了一些比如书柜 其实这个梳化椅就是 这个梳化是梳化床 我特意买梳化床 比如有朋友 下来伦敦的时候 探望他的时候 都有地方可以stay over 一个周围 这些都是很普通的 还有那个租客的先生就是work from home 从事一些IT方面的工作 所以他放了一张小小的书桌在那里做事 我们都用另一个角度 看看这个开房式的客饭厅加随房 还有这里就有一个开房式的随房 L型的 你看到其实就是一些是实木的厨柜 虽然都不算很大 但是一房一厅来说算是挺好用的 还有我们都看看里面有什么设备 有一个入场的雪柜 下面就是那个冰柜 还有最难得就是他都有一个洗碗碟 虽然是450 Slim Line那种也有的 对不对 还有我看到其实那个乌柜 是Lammery的乌柜 不算是很luxury 但是很实用 还有看到这边就有烤炉 电磁炉和抽油烟机 其实之前那个烤炉是坏了的 我们租客没搬进来之前 我们就换了他 一切搞到拖拖当当 他搬进来的时候就住了舒舒服服 可以是 我们再准备进去睡房区 睡房区和这个客饭厅 其实都是铺了这个是实木的地板 所以就相当容易清洁打理 进来这个Master Bedroom 我们先看看 其实尺寸是相当不小的 有成差不多 我相信起码有八四尺左右 还有来说 这一张中间是King Size Bed 我也是帮业主添置了一张King Size Bed 还有灯罩和窗帘布都帮他添置了 在一个租客搬进来之前就准备好 一房间来说 我们都建议就算房间不是很大也好 这间房间是比较大 没问题 但都尽量就希望可以买King Size Bed 因为你知道 其实欧洲人的尺寸比较大 如果一般Double Bed 就比较小一点 就不太适合 所以我都会建议 如果是一房间 特别在Master Bedroom 最好是加一张King Size Bed 就会好一点 看看这间房间 这间房间 其实空间很足够 还有来说 它也做了入场的衣柜 你看到有六格 也是一个很高的衣柜 你看到上面 例如租客都可以放一些行李箱 里面我相信已经放满了衣服 因为始终只有两人住 它这边也挺好 也放一些衣架 可以继续挂衣服 也放一个小小的电视机 晚上可以在床上看电视也可以 都相当不错 我们来看看 它在窗台也放了一些植物 我发觉租客都很喜欢一些小植物 布置也相当空 然后我们进去洗手间看看 洗手间 整个洗手间 之前来说是翻新的 可以看到一些装饰 地上铺了灰色的砖 这个尺寸 尺寸 尺寸 不算很大 大概有七十多尺左右 我相信 目测来说 我们首先看看 它好像这些砖 其实现在来说是很流行这种风格 Metro 尺寸 还有这些边是用深灰色 就营造一些比较酷的风格 它这边也有一个很现代的花沙设备 都相当不错的 都做到上顶的这个位置 看到吗 还有这边 就看到有一个暖板 还有这里 还有不是黑漆 是明暖的 都很光亮 那里面 这里就放了个 冰箱 那下面 其实还有些位置 这个下面 就是放了一个洗衣机 就是这样 ok 接着这里 就有些层格 可以放东西 有镜子 就相当之 就是一房 就是一房 一个洗手间 虽然不算大 但是都算是干净 Modern 都不错 ok 接着呢 我们就 看完了这个宅宅 那刚才呢 就带大家 就看了这个 在Hermersmith 一房一厅的单位 那我就想说一下这个单位 其实就在这个业主 就在这个三月份的时候 他就自己买入了之后 就交托给我们 就是放租 还有管理的 但是三月尾的时候 那时候呢 我们还是lockdown的时候 那时候呢 其实 伦敦区的租金 是受压得很紧要的 那 而那时候呢 其实我们 照刚才那个单位 其实那个condition 是真是不错的 就是一个 好location 就是Hermersmith 都是一个 挺贵的区来的 旁边就有医院 还有来说呢 屋本身来说呢 亦都是很 即是可以说 高楼底 和里面那个layout 都很好用 而且都很舒服 初初的时候 放了一个比较 就是一个正常的租金 1500磅左右 但是呢 其实放了几个星期 都可以说是 没有人问 那当然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要根据 那个市场的反应 去做调节 那后来 其实我们都减了价 减了价 就减了去 一千二百五十磅 一个月 那终于是 可以说 有多些的查询 还有我们 很幸运地 找到一对 非常之好的租客 那这个租客 其实就是 一对 亚洲的年轻夫妇 那一个太太 就是做护士的 就在 刚才我们看 旁边的那间医院 那里做 很方便 而先生 其实就是 当时来过是未来到的 那就是 八月份之后 就再来到 那他其实是做IT的 那就是刚才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 跟他打招呼 聊聊天 那我问他 怎样 因为他们是菲律宾人 但是其实就 虽然是菲律宾籍 但是他的祖先 两个祖先 其实是 父亲是香港 所以都有少少 感觉上都是一些 亚洲人 都挺温暖的 都少少国中话 都很有趣 那我问他 譬如你做IT那边 你怎样 容易找工作 那他就跟我说 因为他就在菲律宾那边 都做开IT 那他都 他们都挺年轻 我看他的年纪 应该是未够三十岁的 那他都说 都很幸运 找了差不多两个月 就找到工作了 那他现在 其实他们两个都很稳定 是不是 人工都不错 而且住得很开心 那其实呢 刚才那对夫妇 就令我想起 我另外三个的租客 那我特别想讲一下 这三个租客的故事 因为都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这三个租客 其实就是 东欧人 都是罗马里亚人 那就是 一个女士 和一对兄弟 那三个都是年纪不大 大概都未够三十岁的 那女士呢 就在一间care home 那里做manager 那另外 两兄弟呢 就在一些地盘那里 建筑地盘 就开那些 可以说是 那些橙石车 就是清洁 清理一些 建筑地盘的 碎石 和垃圾 那样的 软轻一点 是垃圾佬来的 那就 OK 那那时候呢 就和他们谈 那其实最主要 是个女士是 讲的 其实她的英文不错 而且可以说 态度都很好 都很nice 那样的 那而两兄弟那时候 就一点英文都不懂的 很差的英文 但是个女士 就是跟我 给了一些 譬如是收入 那些 和资料 给我看 那他们的收入 其实都是可以 afford到这间屋 的 加上他们的态度 都相当 都相当的好 可以说 都很sincere 那我感觉 他应该 都是一个 挺好的租客 OK 那就租了给他们 那 OK 那几年之后 其实一直来说 都非常之好 去预期交租 亦都保留那间屋 非常之干净 大概是五年前 左右 那女士就打给我 就跟我说 欸 阿周啊 我想 我要搬出去 我就不继续租了 但是呢 我另外两兄弟的朋友 就想仍然继续租你的屋 那我当然会问 哎 为什么你不租啊 那样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他说不是 那我都住得很开心 但是呢 因为呢 他呢 就自己呢 是成功地 就买了一个物业 一房一厅的 一个小的flat 虽然 一路来说 都在做全班的 care home manager 那样 但是呢 其实他同时之间 都在读一个 法律的文贫课程 那最近呢 他就 已经是成功考试 即是考了一段时间 有law firm 即是律师行 就聘了他 那他就其实 现在就转了工 做了一个律师了 那所以呢 就 人工也都好 好了很多了 那所以呢 就想自己搬出来住了 那我当然是替他很开心 那你看到一个人是 可以是 越来越进步 那你也是替他开心的 那我当然会问 如果是那两兄弟来说 都想住的话 我都要知道他 譬如他目前的 那个财政状况是怎样 那和他谈谈 那我才决定租不租给他 那当然 那我就 就是围在一起坐 来聊天 那那两兄弟呢 那那两兄弟呢 其实经过两年 三年之后呢 英文呢 是进步神速 还要是 即是你会知道 即是我们沟通 已经是没有问题了 根本来说 好像转了另外一个人那样 那还有呢 我都跟他说 那些人工是怎样的 那他都很快 准备好 就给我看 就是他的 譬如是一些 payslip 和一些 document 那那 那他 其实现在他都可以说 是做了contractor 和 即是 那些人工是都 增加了的 经过几年之后 那就一星期呢 有1,100磅左右的人工 即是大概是五年前 那一个月呢 只是其中一个哥哥 都有成四千多磅 那就 除此之外呢 他就跟我说 阿周啊 我不是只是做 还有这个收入的 其实呢 我晚上呢 还有另外一个 job 那就是一些 这个 一些酒馆 一些club 做做banzer 因为很健碩的 你知道的 那些欧洲人 就一个星期 可能做几天 那样 那里呢 其实额外来说 都有成千多磅 一个月的收入 那加上来说 其实他们两个的收入 是相当不错的 绝对可以 是Jolio 还有 我也知道 他们一直来说 都继续得非常之好 我真的觉得 啊 可以几年之间 就是他们 有一些那么大的进步 还有 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 那我就想 这个故事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特别是 想和一些 譬如是 由香港 准备过来 这个英国 一些 就是 移民 那 和来说 特别是年轻人 年轻人 其实呢 我觉得呢 其实如果你可以 听到这个故事 那 我觉得是 如果过来 如果你是肯做 肯熬 不怕辛苦 肯学习 这样的话呢 其实呢 我觉得 生活呢 可以是不错的 还有来说 都是 越来越好 那 我觉得是 这几个 罗伯利人的 经历呢 对于我来说 印象很深刻 我亦希望 藉这个故事 鼓励一些特别 年轻人 来到英国的话呢 都可以是 生存 生活 以及更加进步的 那 今天呢 我的分享呢 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观众 希望你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们英私的影片 多谢 拜拜 我们在伦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亦都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 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是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资讯 我解釋 我解釋 你 我解釋 我解釋 你